欢迎收看周末新闻 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高文英 我是林坤峰 各位观众今天晚 今天我们live播出 今天我们所看到 整个反核的静坐 今天人数来到了三万人 明天还有一场重大的游行 明天的游行活动 会包围跟占围 所留的忠孝西路 到时候明天的游行 可能是马总统跟江仪化 同一时间 他们还要会面的是 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这次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要如此的做 还有公投的决定的诉求 到底决定的是台湾的未来 而林一雄 他的进食堂堂进入了第五天 但这个是最痛苦的时间 到底马总统 在不在乎他的生死 或者林一雄 还要威胁全体的台湾人吗 我们今天也会有继续的追踪 好 今天晚间一起来追真相 首先介绍今晚来宾 一起来欢迎 政治评论者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罗淑磊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东吴政治系副教授徐永明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延黄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毛嘉庆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资深经济者陈立宏 资深人大家晚安 以及林一雄的友人 同时也是异光教会的长老田妈妈 嗨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当然今天晚上 我们要带大家来追这个真相的道理 还包括了要来关怀 在凯道前静坐的这些群众们 大宇有没有交集他们的热情呢 其实今天包括了陈维婷 林飞凡都来到现场来声援 我们来看看林飞凡 他怎么说 今天已经到第五天了 那种我希望说 接下来马政府能够对这整件事情 有一个善意的回应 能够做出具体的承诺 昨天在这个整个马书会的状况 其实非常不好 那大家都感觉到 其实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并没有这个诚意要去回应这样的问题 好 当然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 其实最近这个废核可以说是强势动员 而且抗争行动仿佛是太阳花所说的遍地开花 前扑后继 就光这个周末来讲 我们先来看星期五四月二十五号的行动 当天早上十点 公投盟发动了千人围起了立法院 施压国民党立委 要他们回去审法案 当中也爆发了零星的冲突 而在下午学术界的这些教授们 穿起了黑衣要来反和 以一人贴上一个痛字 步行 而且最后来声援林毅雄 到了晚间 院会结束之后 民进党的立委是夹击动员 所有的人在凯道前集合 要来守夜静坐 而到了今天 我们来看 早上七点 这个大逃杀 反和的路跑 可以说非常踊跃 四千多人报名 七点出发 拟袋当中也看到许多政治人物 包括了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而在今天的下午四点的时候 全民守护凯道 无限期静坐 大雨并没有交习民众 对于反和理念的坚持 但是这两天就算了吗 明天星期天 我们再来看看 早上八点 凯道的核四大灾问 公民讲堂 模仿的是这个太阳花 在路边街道的开讲 要来剖析 核四到底台湾需不需要 而在下午五点 最重要的小英主席 前主席也要参加的是 停建核四还政于民的 废核大游行 最后还要集结在 中校西路 而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要来看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整个核四 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动作 民进党方面 对于核四停建 他们是认为要立即停建 不过呢 蓝绿到底在拼什么 国民党认为啊 不停建 先完工再安检 公投来决定商转 不过我们要告诉大家 部分的委员是主张停建的哦 而对于公投 要不要停建 我们说到了 公投决定商转的门槛在哪里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在会见马总统的时候 明确表达应该下修 但是党团的决议是不调整 虽然有部分 夹于民意的话 他们主张要下修 而对于核四公投的特别条例 马总统回复苏贞昌 他说啊 他已经同意要放行 但是呢 苏贞昌认为说 民进党希望能够 进赴院会来二读 不过国民党认为 要在委员会来审查 但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 马总统他紧张了吗 核四的风暴扩大 现在逼得他亲上火线了 在立院党团方面 做出了不停建 先完工再安检 但这样的 是不是就等于是要封存 马总统没有松口 而行政院方面也说 要公投来决定 是否放置燃料棒 明天 星期天 马总统最重要的 他要找来了 郝龙斌 朱立伦 跟胡志强这些 蓝营的县市长 做谈 谈的是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在苏贞昌 拜会的郝龙斌 朱立伦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地方诸侯 似乎意见不同 郝龙斌说 看不到核四的安全漱光 朱立伦也说 有核安才有核四 公投门槛 他都认为是可以修的 不过这一点 跟马总统是大相径庭 胡志强 他甚至明白的 主张缓和 能不能摆平县市长 而他们夹在 马义跟民义当中 会不会引发 更多的政治风暴呢 好 这个明天的新市长座谈 到底会谈出 什么样的焦点 还不知道 可是 接下来来看 这段BCR 这是马总统 这两天的所到之处 包含今天 他的所到之处 都是被嗆家 几乎是遍地开花 一直来看 救你救 李翔 救你救 李翔 救救救李翔 马银酒下台 马银酒下台 好 来 电话 所以明天还要县市长座谈 能够谈出什么一朵花来吗 能够谈出什么所以然吗 马总统所到之处 遍地开花 还有大家在讲 这一次 风存 风存 这是假风存吧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诉求 完全不一样 我倒希望明天县市长 可以开出一朵朵大肠花出来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找蓝营的县市长来谈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 有绿营执政的六个县市长 他们有联名要求说 那总统我们来跟你见面 我们来谈一下 那总统要谈 应该是蓝绿都一起谈吧 你跟所有的县市长来谈 你怎么会找蓝营的县市长来谈呢 那谈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这一连串的动作下来 我觉得马银酒不是要解决 何事的问题 甚至也不是要快点让林毅雄先生恢复吃东西 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担心 这一波反核的势力 影响到他在党内的领导威信 所以他明天找蓝营县市长来座谈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巩固领导中心 因为其实前几天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郝龙斌也好 其实他们对于何事的意见 跟马银酒是不完全相同的 但是我观察到一个指标 就是说蓝营里面有希望在进逐2016的人 其实他们会采取比较贴近民意 跟马银酒采取比较不同的做法 但是很可惜 连胜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 因为我讲过台北市长在核四这个议题上 你是不能不表态 你是不能缺席的 朱立伦比较聪明 因为他知道新北市有三座核电厂 核一二四 作为一个新北市长 你不能不表态 所以他会表态 他会支持说 那我们把公投门槛下修 其实我觉得马银酒 你要认清一个现实 就你是没有2016的人 如果你想试图继续用党主席的位置 试图用总统的威权 去绑住这些立委 跟这些县市长的话 我觉得你注定会失败 因为在当反核的势力 在越来越集结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县市长 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党立委 其实现在很多国民党立委 其实他的态度 是比较贴近民意的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 都会做一些改变 而且我觉得明天 是一个开始 它不会是一个结束 对反核来讲 为什么呢 明天当他们在中校西路 坐下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中校西路 是台北市一个交通的 非常重要的枢纽 那个对整个台北市 甚至包含新北市的交通的影响 明天是不上班的 可是他如果坐 坐到礼拜一 坐到礼拜二 在上班日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交通大打结 那因为这个压力够大 所以你逼得政府 飞出来表态不可 当然政府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继续拿井棍出来 那反正总统国宪兵 都已经准备好要开枪了 要不然干嘛换上塑胶子弹呢 你就是有开枪的准备 才要换塑胶子弹嘛 对台北市中校西路被攻占这件事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大概有印象 因为1992年的417总统直选游行 就是在中校西路坐了三天 这个徐老师当时在现场 最后的驱离其实是非常血腥跟暴力的 那当时因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逼得到后来 大家开始在讨论总统直选这个议题 终于促成1996年的总统直选 可是我觉得很巧合的是 417那场游行总指挥就是林一雄先生 所以明天在中校西路 在火车站前面坐下来 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林一雄先生 所以有时候历史真的 真的是还蛮吊诡的 我觉得这一波反核的力量在崛起 我觉得真的我一再强调 马英九你不要忽视 你不要以为说 国民党团通过那个决议 然后呢你说封存 可是他又不承认封存 政府现在到目前 从来没有人承认封存 那很多人就会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也要公投 将来要放燃料棒之前也要公投 那为何不现在就公投 你要把它盖完 要多花好几百亿 结果昨天总统府的发言人 这个菲出来讲 他说没有 我们指的是一号机不是二号机 天啊 我们之前 在这个之前我们在讨论核四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会去切割一号机跟二号机 我们大家讲所谓的核四厂就是两座机组嘛 就他现在跟你讲说没有 我们指的这个完工在安检指的是一号机不是二号机 那如果你一座核电厂里面你一号机要完工 然后二号机不完工 那你何须要趁到把一号机做完就干脆 现在就公投就好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很担心再加上 马英九本身的信用度其实还蛮差的 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党团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 很多人会担心说你是不是想等这一阵子风头过了之后 然后偷偷摸摸的就试运转了 然后就说我们要公投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不修公投法 依现在的公投法的话 公投的命题就决定公投的结果 那谁有权可以命题 立法院的多数党 这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不能提公投嘛 除了防御巡抗就立法院的多数党嘛 因为如果我们人民连署公投的话 别忘了我们有一个太上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不管你连署什么题目 只要他觉得他不喜欢就把你否决掉 所以在立法院多数党也就是国民党 才有资格命题公投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 玩公投这个游戏 因为整个游戏规则都是他们制定的 然后命题的权利也在国民党身上 也在他们手上 然后再加上这种超高的门槛 所以我想在这种前提之下 大多数的人他其实并不会选择相信政府 所以为什么昨天包括友台做的民调 最近很多民调都显示 很大多数人认为说 你就干脆马上公投 然后马上停建嘛 就不要再拖了嘛 那你今天如果说马英九 你还是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我一再强调 林先生进食这件事情搭配反核 他影响的威力绝对会远大于太阳化 来民谎我再问 国民党现在的数据就是核四完工 通过安检 他不放置燃料棒 他也不运转 是不是相转是公投决定 现在你看这个公投 他决定的是核四的存备 他跟民进党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再核对一下今天的静坐人数是三万人 明天的游行有没有可能改变 我觉得明天游行人如果够多的话 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318当这些学生进立法院的时候 马英九一开始也不肯屈服 可是当330他发现有50万人上街头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说事太严重了 所以他选择 那表面上不肯屈服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福贸协议现在几乎就是 在立法院形同停摆 因为监督条例根本还没有过 形同停摆 所以事实上他是屈服了 所以明天游行的人如果够多 这个社会力的支撑够大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他会屈服的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提的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对马英九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而且苏贞昌在昨天跟马英九见面的时候 他也让步 他说那好吧 你觉得我们的简单多数不行 那我也让一步 那我们降低门槛到四分之一 可以吗 结果马英九是铁板一块 他还是坚持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你觉得昨天的马苏会是苏贞昌稍微让步 是不是真的如此 等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就来看看昨天马苏会的激烈交锋 也有人说这根本只是唇枪舌债 以及等一下最新画面进一段广告 好来我们来看马总统的立场 他的立场是不是投过申就过 他是要拖过2016吧 好大家都要拆穿说他以拖待变 不过这么想请教徐老师了 他在面对苏贞昌的时候脱口而出说 他们现在早就不听我的了 这句话应该是真心话吧 那明天的县市长朱立伦 还有这个郝龙斌 真的会听他的吗 我觉得马苏会 很多人解读就说 他是在针对苏贞昌或针对林毅雄 我觉得马苏会 马总统这么强硬 很多人讲说真的变身成名嘴 这样子交锋 为什么总统的高度都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针对他党内 他是希望党内这些鸽派 包括罗伟员这些县市长 全部都闭嘴 因为总统立场非常清楚 一定要盖完 一定要安检 至于什么时候公投 他没有讲 甚至以后会不会有公投 都还不知道 其实连话刚才讲 以目前的公投的题目的设计方法 命题方法 这公投一定不会过的 就是庭建和事绝对不会过 所以我意思说马总统其实想得非常清楚 他是站在一个最硬的立场上面 明天见县市长有用吗 服帽的时候也见过这些县市长 我觉得吴志阳明天至少问一个问题 马总统 桃园市 就是桃园县升格以后的桃园市 到底有多少核废料 很多核废料 20年来不知道 那我觉得 朱立委要问 那核一核二 这两个大核废料厂要怎么处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诸侯会不会作乱 我很怀疑 服帽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马总统这么硬 他为什么会这么强硬 我觉得国民党很多立委 我觉得要负起责任 很多国民党立委 其实看起来都是鸽派 都觉得这东西要停 要怎样怎样 主持人 我觉得很奇怪 国民党开党团大会以后 结论完全是不一样 是另外一群 从来也不上节目 也不跟大家沟通的人的 结论是出来 一定盖 封存是真的吗 我记得 我听到一个国民党立委说法说 行政院的官员是说 封存你们说说 我们不会否认 可是我们也不会承认 最后怎么做 那是完全看行政部门怎么做 即是去年 去年也有朝野协商 当时讲的是什么 当时讲是公投之后才能续建 公投之后才能插核废料 公投之后才能编信的预算 现在立场完全不是 没有公投 核四要先盖完 安检要先做完 所有朝野市场没有用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马中文会这么强硬 国民党内真的有人敢 跟他讲不同的声音吗 还是马中文看透了 国民党里面的人 第二个我要讲 刚才讲明天 明天真的是完美风暴 林雄明天第几天了 第六天 对 明天所有到凯道的人 如果不走 最后跑到中校西路坐下来 不合作运动 反合运动 我的意思是说 马总统礼拜一 你就等着台北市所有交通 全部打结 为什么要在中校西路站下来 因为那是要到 干到 我们这些人在这边坐下来 马中文你非处理不可 刚才年号讲 1992年22年前 有没有驱离 有啊 经过三四天以后才驱离 整个台北市已经受不了了 李东辉那时候才说驱离 驱离之后怎样 总统直选就成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讲说 马中文最会让的啦 就像福茂一样 现在有在审福茂吗 现在不是先立法在审议吗 可是马中文不愿意 可是我认为马中文为了顾他面子 为了顾他的立场 这中间我们付出多少社会成本 林先生最后落倒了 很多人讲说会送医院急救 那我想请问 身体上七十几岁的人 身体上的伤害可以回复吗 如果真的几万人在中校西路坐下来 整个台北市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不是在立法院里面站24天 立法院圈起来 大家说立法院被站了无所谓 反正立法委员以前也没做多少事 中校西路如果被站下来 马总统你驱离看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马中文非得不见棺材不掉泪 主持人我讲这个话 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马中文非得要人民站出来 跟他对抗 他才要做这些事 才愿意妥协吗 第二个 马中文你真的希望看到林毅雄出状况吗 很多人讲说没关系 让他不要让他绑架台湾 让他绝下去 很多人可以讲这个话 马中文你自己心知肚明 学生二十几天你可以不用去看学生 林毅雄第二天你就冲去 为什么 林毅雄所代表的是什么 你非得要闹到这个情况 闹到整个台湾动荡不安 我觉得马中文你才愿意面对现实吗 有台民调也做出来 大义愿意公民投票 大义愿意降低门槛 大义愿意把这个核四关掉 你已经讲了那么多恐吓的话 大家还是做这样决定 我的意思是说 马中文你明天找县市长没有用 在县市长敢反抗你吗 你应该到凯道去看那些人 今天傍晚的时候下大雨 你就让城傘走两步路全身都湿 现在地上都是水 还有三万人愿意坐在那里 你觉得这些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可不是立法委员的车子 他的B&W轿车被挡住而已 这些人如果看到林一雄这样子 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林一雄愿意做这样的牺牲 你想想看会不会有更大的牺牲 我意思说我们都不愿意 看到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你马总统硬要把台湾往这方面推吗 好明天林一雄进食第六天了 明天在中校西路是被占领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这个大游行 我们不要忘了这两天 马总统他的左道支柱是遍地开花的 的确 马总统现在认为说 他还是可以凌驾在名义之上吗 他找县长来沟通 田妈妈 今天你看到这些小孩 这些民众 大家在那儿南方 三四点五六点一日坐下 你觉得不好 马总统也是感觉没差 我自己本身也有去人 他说四点结合 我三点就去 三点就去 人很多很多 我坐到最头前 因为我论意 走到那边坐在最旁边的 人真正 我也不知道 人都按照在走 有些女人来跟我打招呼 看我的纪录片之后 他说他多感动 他跟他说他按台中来的 我说你应该 他说要躲到这些事情 他就跟他说 很可能说是啦 我知道 结果 差不多四点半 就开始一路就好 其实我没走 我又会招呼 因为我坐着 有人拿呼吸 上半身没沟 但是从这个腰部 就开始 按摩按摩按摩 都没办法 我想说沉就沉 反正一世人 我感觉还有第二次 老师 跟他一起看看 结果我此生第一次在雨中 让男朋友闭目养神 在那里想说 喝他用的水 用他的生命 现在是一分一秒 就说说缩短他的生命 因为我去台大 住玻尿山 疼痛 问一个台大医生 他说三天以内还可以安全 第四天以内 一个七十几岁的人 身体重 一定会有问题 你感觉马总统有感觉吗 总统他可能觉得说 还是要寻求制度内来解决 他身上流的血 是什么样的血 也许他的神经的麻麻痹病 所以我今天感动 非常的感动 很多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走 都站在那里 我看水都流了 土下水都流了 哪有汹汹汹 这个时候的荒野人 我也不知道 非常的感动 很多人都说愿意停下来 我没猜我应该不能说 停在那里 我说这四人 我要把荒野人搭一枚 不得它变成我的遗憾 我非常愿意 马总统你不能把一一 他跟索情中主 这种 这是非常机会的 跟我们说 用一支的政策在那里 在那里 能够看我下去 很没努力 他今天如果不说 我要民方做自些 跟台灣人民說 我有去想到我自己人 別說跟林榮道蘇這個人 林榮道蘇要萬人 孫內就遇上 不是世 ½ desse人而已 是所有我給他們說 後面還有很多 zerO-ZERO-ZERO 很多台灣人民 對致我課sung 我不知道能能成為總統 阿甘都沒有想到 我這八十歲阿嬤就知道 為什麼馬先生你那麼無感 還都把我們看真是一隻狗 他到底在想什麼 我真的想不到 好 田媽媽覺得馬總統無感 賴家慶 田媽媽覺得馬總統非常的無感 剛剛田媽媽講說看到昨天10點這個 馬蘇兩個人的對決 他覺得這樣的只是 非常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看到靖座 明天我們看到尤欣 明天還要佔領忠孝西路 有沒有辦法改變馬總統他的想法 心思意念 我覺得如果說馬英九無感 這應該是不太了解馬英九 馬英九去看林義雄 這大家都知道以馬英九的為人 他本來應該是不會去看林義雄 他一定是內心已經知道 林義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林義雄這幾十年來累積出的民間聲望是什麼 他才會去看林義雄 要不然我們講一個最 最基本的馬英九的認識狀況 他不會為了個案去表示他的關心 跟他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李登輝前總統說林義雄應該跟馬英九對話 可是林律師當然有他自己的堅持跟他的計算 所以說他不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沒有人可以說林義雄先生 這麼要做是不對的 可是我同時也想理解一下 原來我們以為 林義雄從近時開始 累積到今天的這個能量 下午的遊行跟晚上的遊行 會最起碼不應該低於太陽花學運那個時候 可是大家非常出人意表 就是說現實狀況就是 不管說是警方估計的近萬人 或是說媒體估計的近三萬人 他都沒有太陽花學運那時候的十分之一 遠遠不到 佳馨我們看明天馬總統他的行動 他是要跟國民黨的縣市首長會面 能夠帶來成效嗎 他接鎖到這處別地開花 我們要去想 馬英九他會召縣市長召各地諸侯 大家來護駕 這個代表說下面一定協調過了 大家一定取得一樣一定的某一程度的共識 要不然你國民黨要來演什麼演逼供嗎 你行政院立法院有辦法挺過這個難關嗎 我覺得照目前的民間氛圍看起來 就剛剛講說 民間的這個遊行群聚的人數沒有這麼多 而且聲音慢慢在變 因為民調出來的數字 即便說是支持核四續建完成之後 在封存或怎麼樣的相關數字 都沒有去年反核的高峰的時候這麼高 所以說大家可能另外一方面 就是站在反核就是反反核的那邊 他們可能也想知道說 那林毅雄先生絕食有沒有退場機制 就是說異光教會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難道如果林毅雄先生他堅持要殉道 他的比如說血壓或是他其他的數據 出現危險的時候有沒有到什麼值 你們會送他去就醫 還是說不管到什麼樣 你們就不會送他去就醫 我想大家也想知道這件事情 難道不需要說明嗎 如果田媽媽待會有相關的數據 我真的非常希望知道 那我們再反過來講說 今天台灣最可悲的問題就是說 他已經變成說能源問題他是要用政治解決 然後科技問題他用思想解決 現在幾乎是思想檢查的時候了 立法委員跟官員 還有立法院的職員要進出 要攔車要修證件 要告訴我你要幹什麼 你要回家不准進去把會開完 這個是台版的文化大革命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疑義的 我們能夠承受這種狀況嗎 星期五股票大跌 重挫 無量下跌 這麼嚴重的事情 難道不是因為政治動盪嗎 我們台灣承受得了這些狀況嗎 誰會負責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民進黨也是有金主的 民進黨也知道什麼時候要踩車 可是蘇貞昌我們看說 他宣布棄選黨主席之後 他來玩這些局 其實在我看來 我是覺得他玩得瀑布生風 他跟郝龍斌 跟朱立倫 跟江一華 跟馬英九 他都能對談 他都能表達意見 你提到的現在的四方的對局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還有以及你提到的 有關於立法院 昨天這兩天的情況 我們進一段廣告 廣告就會來繼續討論 好 我們來看這兩天 立法院幾乎都是衝突場面 你空轉 那我擋你 的確 場內在衝突 為了核四還有的 所謂公投特別條例 但場外呢 公投盟千人包圍立院之後 每一輛立委的坐車 經過都要盤問檢查身份 不然你給我回去開會 到底這是正義之詩 還是有人所說的暴力行為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真的相當危險 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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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盧委員 我想問 當時你應該也是在這個區域範圍之內 後來蔡正元已經證實他在車上 那現在引起的紛爭是什麼 蔡正元說這是報名 他用報名來形容 但不要經常用報名提這兩個字 可是對方說 沒有,你蔡正元你肇事逃逸 你於心何人 我不曉得說 羅委員,你怎麼看這個情況 你自己有經歷過這樣的狀況 昨天下午差不多4點多的時候 我的辦公室的助理 從外面要回來立法院 那成人關卡 不讓他們進來 還要盤問身份 還要問說 進去立法院要做什麼 那立法院的差不多所有的出入口 都被他們圍住了 當時我助理人告訴我說 委員恐怕你要趕快先走 否則的話你等一下 那個走不了 後來我就要離開 我一離開 我幾乎在整個立法院裡面 走了將近半個鐘頭 每個出口一去都出不去 都擋在那個地方 在那邊跟你叫囂 跟你那個 都不准我們出去 還要 還要說叫一直叫 叫我們回去開會 我說他弄錯對象了 我們很想開會啊 不是我不開會 是民進黨的人霸占主席台 你應該去把民進黨的人 抬走才對啊 我們很願意開會啊 所以他針對我們說 叫我們回去開會 我們那個院會裡面被霸占 怎麼開會 那我們要離開 當時我要離開的時候 每個出入口都不能走 後來就選擇了一個 好像感覺上人會比較少的 差不多有差不多二十幾個左右的那個 好像有一些應該不是學生 就是那些人很奇怪的 都是他們很多大人 那那個應該是 是那個所謂那個公投門的 那我要出去不讓我出去 後來就三十個警察 就圍住我 圍住我他們前面就用盾牌 就這樣一直推推推 就把他們推走 那推走以後就有一條路 我就趕快跑 跑到我的車上 我一上車以後 他們全部又圍過來了 就爬到我的車上 那還有那有人就一直踢踢的 所以鲁宇你說 你只是沒有被媒體拍到這個畫面 對 我是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被他們這些人包圍的 因為我先走 包括江慧珍委員也是一樣 江慧珍是要進去 我是要出去 所以不是只有蔡正元 對不是 我們很多人都被圍 那我在車子裡面 因為我進到車子裡面了 那他們就在我的車子的旁邊叫囂 一直叫囂 一直那個拍打 好像就好像就 一直好像要找東西 要打那個車窗 甚至拉著我的雨刷 要把那個雨刷車斷 那個警察就抓住要車斷雨刷那個人的手 就不讓他那個 還有他一直踢我的車 我車都凹進去兩個地方 都被打凹了 後來警衆的人來 他們就用比較強大的警力就把他們推走 我的車就走了 因為我沒有像蔡正元那樣 因為他們爬到我車上 我不敢開 我叫我司機不能開 萬一壓死人的話到底這責任要叫誰 那我是覺得是這樣 大家可以理性來討論一個問題 而不是用這種這麼粗暴的 所以你說不是報名是什麼呢 我也可以這樣子講 你今天你再有多大的理由 你也不能夠說是非不分 就好像每一個立委 不是只有立委 他不是只有針對立委 包括助理 包括要進出立法院的人 都要經過他們檢查 那這個是什麼世界 難道他們有那麼權力 那麼大的權力嗎 這已經很公然的妨礙自由 還毀損 那假如說你今天是為了說 核四庭建 為了林義雄先生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討論嘛 而不是用這樣的一個粗暴的一個動作 來威脅立委嘛 來脅迫立委嘛 那你說把我們黨主 叫我們回去開會 那你就先把民進黨先抬走啊 我們很願意開會啊 弄錯對象了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那大家都在談說 那到底核四會不會有轉變 那當然我認為不是明天的遊行多少的人 應該是看明天整個國民黨的 這些藍營的縣市長 怎麼去跟總統談 那你應該從 從就核四的本身的根本來談 我一直很討厭 用那種感情的 比如說當然林義雄先生 他是為了他終身的一個理念 他認為核四應該會合 所以他用節食來表達他的抗議 那麼讓我們台灣的人民 大家要重新回到說核四的議題上面來 這個是他一個動機 可是就核四的話 我覺得說大家拋開那種感情 就核四本身該不該停下來 那麼該不該運轉 我就專業來討論了 那今天那個郝龍斌說 看不到核四安全的曙光 就是因為你台電蓋太爛嘛 你台電把把核四蓋得一塌糊塗 你變更設計 人家講說他是什麼 他是那個拼裝車 包括林中堯啊 林中堯以前批評核四怎麼樣 他說核四是什麼 核四最好是蝦子啊 蝦子什麼 摸石頭過河啊 也就是說你根本是用一個沒有蓋核四廠的 沒有核電廠的人一個團隊 一個沒有蓋核電廠那個經驗的團隊來蓋 那邊蓋邊修改邊蓋邊變更 那這樣的話誰敢用呢 尤其核四核四的安全 重啟你安全通過啦 我們我們坦白講 我們經過了福島事件 經過了山里島經過車落比事件 其實他們安全有沒有過 有過啊 可是天災人禍 這個沒有人可以預測的啦 這個要交給上天交給佛祖啊 那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冒這個險 尤其是最重要一點 朱立倫講過 他說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他說無法處理核廢料 憑什麼使用核能 他在3月4號講了 大家都知道核廢料 這麼危險的東西 這麼毒的東西 這麼有害的東西 尤其是他的衰退期要經過萬萬年 對 那我們這一代的人 我們假如說我們使用核能 我們享受核能的好處 我只要把垃圾給他們呢 我這邊整理喔 所以我們在想 馬政府他到底是怎麼樣來定位核四 也就是說台灣真的需要核四這個東西嗎 這是一種恐嚇嗎 還是這是一種苦衷 來我們來看 經濟部4月23號 經濟部次長杜子君 他說如果說核四停建的話 那麼核一核二核三不研議的話 到時候2016時間點告訴大家 2016會有電力不足的可能 羅委員他這樣講的 台電董事長還講說最快可能會在2021 時間點告訴大家 2021可能會開始限電 台電怎麼講的 如果說核四不商轉的話 2838億的建廠的費用 除非這個政府拿錢來補動的話 否則將會攤提到電費上 是由全民買單 他告訴大家了 時間點也出來了 每度電漲1.4 平均每一戶要多戶5566塊 甚至剛年黃有講啊 徐老師剛有講 昨天我們看到馬蘇惠的時候 台股是下跌 重座171點 市值蒸發4600億 在台電的部分 你相當清楚的 這是一種口課 還是有苦衷 這是一種綁架吧 對 你看喔 那個杜子晶講的話 對 跟那個台電那個防重權講的話 兩個人都不對稱嘛 一個說2016 一個說2021 那會不會限電 其實我們當初在 蓋核市場的時候 當時是估算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是兩位數 對 那現在有沒有 沒有啊 這十幾年來產業都外移都走掉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最耗電能的那個國光石化 增加那個發電量的 全部百分之百發電的話 它可以花 384億的度 那它現在使用率就多少 只有35% 它還有65%沒有用啊 假如它現在只有花135億度的電 假如它全部花的話 它可以再花200多億 那這個200多億就等於什麼 我們的核市只能花236億 你為什麼蓋好的電廠 你不好好用 你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蓋核市嘛 所以我以前講過嘛 台電最愛蓋電廠 台電最愛蓋電廠啊 因為蓋電廠到底有什麼好處的話 大家去想嘛 那至於講說 核市只要停掉的話 那那個錢要攤到我們全民的身上 每一付人家都要增加5千多塊 其實我跟你講了 核市沒有停掉的話 也是要攤這麼多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台電所有蓋廠的錢 都是用借的 核市沒有停掉 也是要攤這麼多錢的 你看看 都花掉了 因為台電的錢都是借 台電現在的負債多少是 一兆一千五百七十億耶 對 它一年一年的利息就要兩百億耶 是 跟人家討價還價去降低 降低利息還要花一百八十八億的利息耶 所以這些錢一兆都要怎麼還 那你應該去檢討台電的什麼 的一個沒效率 還要去追查它有沒有弊端 我剛剛提到你 我給大家看嘛 台電這幾年來多離譜 每一樣工程 你看核市場 本來是一千六百九十七億 你竟然要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兩千八百三十八億 後來也說要增加到三千三 但那一個電廠就增加61% 你看看那個林口 林口電廠 林口電廠本來是八百三十億 現在花到一千五百二十四億 你增加多少 增加83% 幾乎你看和平電廠 萬大電廠 什麼風力發電廠 澎湖電廠 每一個電廠 追加預算 都是怎樣 蓋的比別人貴 蓋的比別人慢 蓋的比別人沒有效率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負擔這麼多錢 所在地嘛 那你有沒有去算這個嘛 那你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當初假如說我們好好的去規劃 好好去呢 你不要帶這麼爛的話 那今天就不會說有何事 安全的曙光看不到嘛 那你今天你這個東西叫全民來負擔 那將來 好 陸玉你講到的全民負擔 無論如何受傷害的是台灣的經濟 受傷害的是台灣的人民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就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來 坤坤我們看到現在 其實此刻在靜坐的人數是3萬人 明天還有遊行 明天的重大遊行 大家再看馬正普怎麼表態 尤其大家受不了的是台電 你台電不能夠老實恐嚇 還是你台電是有苦衷 好 錢都花了 結果我們要再撥一層皮 二次買單 立宏我想知道的是 大家能夠接受這樣子嗎 如果民意對於這些東西 切身之痛要反彈的時候 馬總統明天面對朱立倫 他的馬藝要凌駕民意的時候 朱立倫敢說真話嗎 所以我寧願把明天馬英九 跟藍營的縣市首長見面 我希望是馬英九搭建的一個下台階 因為我認為如何讓林義雄 從一光教會走出來 其實降低公投法的門檻 這個恐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 我想緩解了 如果明天馬英九能夠藉由這些執政的 這個執政黨的地方諸侯啊 不管是大小諸侯的這樣一個場合 馬英九願意順勢 來承諾交立法院 就是說核四公投要不要下降 門檻要不要下降 交立法院決定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希望如此 我也很誠懇地呼籲馬先生 以及馬先生後面的這些幕僚們 把明天的這場縣市首長的座談 當作是自己的一個下台階 同時也為林義雄做個下台階 讓馬英九能夠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而不是又像318學院一樣 到後來必須由王金平出面 事實上這幾天我也看到很多 國民黨的立法院 私底下還在講 終究還是得王金平出面 是不是還是得王金平說好 那我這邊立法院我來做承諾 就是希望能夠調降核四的公投門檻 那馬英九又跟318學院一樣 完全錯失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 反而讓人家看到他明完不靈的這一面 所以我覺得318學院 馬英九錯失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 明天請馬英九抓緊這個機會 否則說實在的 明天我相信林義雄已經進入第七天的絕食 可能今天晚上到明天 身體都會隨時出現變化 那我想馬先生 到底自己面子重要 還是說 你讓立法院 你把這個核四公投門檻 能夠降低 來自己做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事實上連馬英九的好朋友趙高剛先生 他也都在蘋果日報的專欄上 他呼籲你如果擔心說 什麼統獨公投也會下降 這不用擔心 你公投法修正就是有關國家定位 對這種所謂的國家的這種體制的問題 你也維持高門檻嗎 至於這種民生議題 你是可以適度調降嗎 我想 藍營裡頭有類似聲音的人 包括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已經提出非常多不同的案子 所以馬先生 你可以順勢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更何況 降低核四公投門檻 這本來在去年 剛剛前面幾位都有講到 去年朝野協商簽字的 就本來就有這樣子的一個主張 各位去年朝野協商的內容 我大致上唸給大家聽 他本來就隱含著要修 他本來就明白講 要修公投法的 來 他的第一條是 核四公投結果前 不追加預算 不放燃料棒 101 102年的預算 除了已經發包跟安檢外 暫停施工 其實在去年 立法院已經決議了 就核四就停工了 除了做安檢跟已經發包 你發包了你必須要繼續付錢之外 你其實是停工的 連預算都不執行 好 第二個 各黨派怎麼推專家小組監督 第三個 第三點最重要 公投錢 公投法修正草案 儘速協商 如果你就照著去年的 這樣子的一個 朝野協商的決議 再促成他們協商 而至於公投的 核四公投的門檻 要不要下降 請立法院自己做決定 尊重國會自主 多漂亮 但是只看馬先生 以及他背後很強硬的幕僚 你們到底 玩不玩這個 解決問題的這個招嗎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去年已經有這樣一個 朝野協議之後 各位 311 你要特別注意到 這一波林義雄 為什麼本來準備 在3月17號就絕食 就是這個人啊 在3月11號 經濟部長張家柱啊 他怎麼講 他完全無視於去年立法院的 協商跟決議 他自己講啊 說今年6月安檢一做完 核四安檢幾做完 即申請莊田燃料棒 這個是張家柱講的耶 完全不管去年立法院決議 他還宣稱說 我這樣的決定 是不會違反去年立法院的決議喔 可惡至極 好 張家柱這樣講之後 欸 行政院院長到去推了 說這個是反核團體的謠言 他說這個是絕對是不實的說法 說6月安檢完 放人料棒 這個事情是絕對不實的說法 我這幾天一直強調 張一話 這個所謂的不實的謠言 就是張家柱啊 堂堂經濟部長 亂放謠言 該當何罪 該怎麼處理 張一話 你自己看著辦 但是你看 一個政府說話 張家柱這樣說 行政院又說那是謠言 好 那到底 我們台灣會不會因為核四停建限電 剛剛不是看了嗎 經濟部跟台電說法不一 連經濟部自己都說法不一樣 經濟部在去年的這個報告裡頭 是說最快2016年限電 到今年變2018 過來變2021 你告訴我到底是哪一年啊 隨便你們講 你們自己作為同經濟部的報告 前後都可以數字不一 評估的時間也可以不一樣 跟台電也說法不同 人家怎麼相信你政府的 一個態度呢 人家怎麼會覺得這是一個誠信的政府 更何況 禮拜五和這個台灣台股大跌 對 是核四嗎 當然 很多人這樣講啊 因為那是操作的嘛 你特別注意到外資 外資最靈敏的 外資其實就是所謂的熱錢 外資知道有人要到貨 所以你知道 禮拜五外資買超70億啊 何以至此 因為他知道有人要到貨 這個時候台股低價買進就對了 所以各位 是有人在到貨嘛 然後接下來再有一些共產團體在那邊講 哎呀 如果核四庭建啊 哎呀大家電費要高漲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開始進行恐嚇牌 各位 我想從去年開始 我們在追追追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台電的採購透明嗎 台電的購煤 現在國際的燃煤價格大概是七八十塊美金啊 你知道我們在一百四十幾塊美金的時候 跟人家千八年長約啊 你告訴我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我們買的煤熱質還是品質越來越差 這個都經過監察院糾正甚至彈劾的事情 所以採購出問題 跟民營電廠 所謂的民營電廠 各位不是一般百姓的 是財團的民營電廠 買電是一度五六塊跟人家買 你告訴我何以至此 到底台電你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政商集團 在靠著台電在吸台灣人民的血 這個部分你可以看政府始終不敢去碰觸 而且這一次你要知道 立法院的這個國民黨團的提案 他比去年的草野協商還退步啊 去年的草野協商就是告訴你 停工 而且我預算不能執行 今年還要告訴你 我把預算蓋完 你知道為了要蓋完核四 我們又要再多發七八百億啊 所以我必須講 馬先生到現在非常強硬沒錯 然而我必須說 台灣還可以有救 林義雄的事情還不至於弄到後來 政府必須去強制灌石去硬是要把人民 把把人救出來 這些到後來都非常醜陋 你也不需要在現在 叫總統府前面的這個憲兵 他已經開始準備塑膠子彈 真的 馬先生 本來我以為 他跟蘇貞昌在總統府的見面 也許我還有一點 你知道 我知道一定是個吵架場面 但是我本來期待說 這兩個人 他可以 馬英九可以順勢 做出他的一個解決問題的決定 沒有 結果吵架我們看 但是明天 國民黨的縣市首長的座談會 馬先生 請你把那個座談會 當作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機制 那如果只是 成如剛剛這個毛嘉欽所說的 就是 我們就是立場一致 一致對外的話 那我必須講 那林義雄一定會倒地 而且未來的台灣 是否還能夠繼續安定 這我們都不曉得 好來年華跟徐老師 我簡單補充 有關於李鴻剛剛講的恐嚇牌 這是一個社會觀感的問題 包含經濟部長 包含行政院 包含台電 現在釋出的這個恐嚇牌 你看到訴求 你看到這個靜坐 看到明天的遊行 這是恐嚇牌 社會觀感差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這個政黨 真沒創意 因為二十幾年前 當核四第一波抗爭的時候 就已經恐嚇了 而且那時候還比較有創意 那時候他會再選在七八月 白天天氣最熱 三十幾度的時候 給你限電 讓你不能吹冷氣 讓你受不了 當時要蓋核四的時候 就跟我們講說 不蓋核四 台灣會缺電 可是二十幾年來 我們有缺過電嗎 沒有嘛 將來 即使核四現在馬上停了 核一二三不研議 如其除異的情況之下 台灣還是不會缺電 這個其實很多專家 都算給我們大家看過了 剛剛羅委員也講過了 其實很多火力發電廠 是可以補上的 再來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1986年的4月26號 前蘇聯的車諾比 就在今天發生了核災 馬英九昨天還在講說 俄羅斯也不會因為車諾比現在不用核電 其實他搞錯了 車諾比在烏克蘭不在俄羅斯 證明他腦袋活在1990年以前 當時車諾比核電廠原本不是要蓋在車諾比 他原本是要蓋在基辅北方大概50公里的地方 後來就是因為前蘇聯 大家別忘了 前蘇聯是一個獨裁國家 他認為說你核電廠蓋在一個人口這麼密集的基辅50公里遠 太危險了 所以往北移 移了大概100多公里遠 那請問我們的核一二三是離台北多遠 直線距離不到50公里 所以說我們的政府連前蘇聯 那種獨裁專制的國家更草見人命 再來 車諾比被污染的範圍高達16萬平方公里 那是台灣的4.4倍大 日本福島核災污染範圍 大概是台灣的80%到85的面積 請問台灣經得起核災嗎 今天很多人會講說 他們都用核電我們為什麼不能用 對 人家經得起啊 台灣經不起啊 很多朋友問我說 如果發生核災我們要往哪裡逃 我跟他講不是往哪裡逃的問題 是你要跳哪邊的問題 看是要東邊跳太平洋西邊跳台灣海峽 還是跳巴士海峽 隨便你選一邊跳 因為根本沒有地方可以逃 可是這些事情政府為什麼不告訴你 他只會告訴你說沒有核電會影響經濟 那我告訴你 義大利七大工業國 他們在福島核災之後 因為他們的總理想說 我要再來蓋核電廠 再投一次公投 結果九成否決掉 所以 所以昆豐我們看到就是民怨嘛 沒錯 你現在講說封存的這個東西 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完全的不同掉 而且馬總統現在 似乎聽不進別人所說的啊 胡大哥我們就想要來了解了 馬總統真的是一個這麼一意孤行 包括今天你看到羅委員 還有所有的明天縣市長 朱立倫已經擺明了 認為包括核四的門檻 要調降 可是馬總統明年搞不好也想說服朱立倫啊 我們必須平心靜氣的 很客觀的分析給馬總統聽 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核四問題 是林義雄的生命進入倒數計時的問題 這可怕比核四更重要 我對問很多醫生 一個七十三歲的人 一到兩週 不要說是二肚子 高血壓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疾病 都會發生意外的 問題在死 如果萬一 我先說給馬總統聽 林宅血壓現場 全媽媽可以作證 那可是二二八事變的周年紀 加上緩和緩馬 這火山爆發 馬總統這事你承擔不起 政權崩盤小事 台灣動亂 會像烏克蘭一樣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本來就可以解決 問題是馬總統你要不要解決而已 行政院提出 立法院同意 或立法院決議 行政院執行 林義雄說 這是最簡單辦法 不用到公投 好 如果認為你總統一定要介入 那降低公投門檻 民進黨已經搭好核四公投特別條例 我覺得非常好啊 方法都有啦 我不認為馬總統明天找國民黨籍的縣市長能解決問題 應該把所有的縣市長找來啊 馬總統怎麼到現在還認為是國民黨問題呢 這是全民的問題 這是牽涉到我們面對未來四十年 今天出生的嬰孩 他四十年都有風險啊 為什麼呢 三里島 今天是車諾比 二十八週年 我來引述聯合國民司長潘基文怎麼說 他說啊 我們藉此機會思考 那一次的事故的救災人員 和從污染區疏散的三十三萬人 以及我們要支持 目前在白俄羅斯 俄羅斯聯邦 烏克蘭到今天仍然有 一百萬人受到影響 二十八年後 還有數百萬人受到影響 我們試考這問題 我經常遇到猶太人 猶太人只要談Holocaust 就是納稅大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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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No more 不能再發生了 台灣不能發生 車諾比跟福島核災 我說給馬總統聽了 如果馬總統還不聽 那我公開呼籲 政治有實力 展現了民力量 談實力不要談邏輯 談感情啊 我們知道 三權分立待一陣子 都失靈失痕 所以才有公民不服從馬 才有抵抗權嘛 才有佔領嘛 我公開呼籲 今天是第一波啦 只有一百萬人上千頭 無限級抗爭 佔領台北車站 包圍總統後關敵 主要是馬英九關敵 他就失落 只有這樣子啦 馬總統要走到這個地步嗎 我早就說啊 亂局下去啊 我建議馬總統 你還有思考我建議 趕快辭職輸國啊 對你最好啊 我們看到這個發展啊 昨天我特別引用 中國時報駐美的專欄作家 傅建宗先生 他怎麼說啊 他隔海對馬總統說啊 馬先生 你應該向1949年的蔣介石 自行引退啊 你的好朋友這樣說咧 如果厲害都分析了 我們都說你都說到底了 你不聽 馬總統 你跟你家人的身家性命都有問題啊 我再警告 這是火山口跳舞 你趕快踩煞車趕快解決問題 好事實上啊 我們看到林毅雄這兩天的情況啊 明天他就是第六天了 今天我們看到蔡英文 他去探視了林毅雄 不過我們來看一則報導 這是蔡英文他講 他說他今天也去定位 對馬總統這個人 他說馬總統你這個人喔 真的是厚變 你厚變之外 你又不聽人講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26號一早到一光教會 匆匆探視林毅雄 什麼話都不多說 簽了名就離開 就怕模糊焦點 就是來看望一下 謝謝 事實上這已經是蔡英文二度探視 林毅雄 22號林毅雄宣布禁食的第一天 蔡英文就曾經到場探視 雖然都是低調沒有多說話 不過不捨心情全寫在臉上 而228受害者家屬聯盟 也在一光教會附近公園 進行聲援 那我們要呼籲馬政府 不要讓林毅雄先生 成為下一個228的受難者 大聲疾呼希望政府降低公投門檻 為了呼籲政府停建核四 林毅雄禁食 26號已經進入第五天 上午他也二度現身前往洗手間 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 神情略顯暗淡 醫療志工也隨時在策 就怕73歲高齡的他 撐不了這一關 我們就來看 被稱為人格者的林毅雄 這邊我們想要請教田媽媽了 迪雷界的一光教會 一個人她面對國家的核四議題 而且是我講的殘酷一點 在他的女兒被開堂葡渡的地方 你怎麼來看待這件事情 你跟她是老朋友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她要挑選一個教會 因為教會常常坐禮拜 還有社區人來照顧 在他們的地方 是 林毅雄師本人低調性格的人 是很麻煩的人 為什麼他要經營在那個地方 我聽我的十五天天酒前 第一天林律師還沒來當時 他就要去跟他贏一下 他就說他放出來 說林律師要賣賣 現在很簡單的一個賣賣在那裡 就是錢、淋、家、客廳的手法 三花魚 林律師如果在外面回來 就是他那十五天 跟爸爸生在那裡的地方 他在那個地方看下去 就是他的母親跟他的兒子 分斷在那裡的地下室 他不是黑白白的喔 他賣賣不是黑白白的 他桌子不是黑白白的 他還不是黑白白喔 他走在那個空間 教學的地方 家庭堂起來 你看什麼沒有什麼 對林律師來講 那就是他的人生 他帶母子 生的兒子 他的老母 在那裡有煩惱他們的眼淚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為什麼 你們檢察不記得 因為我親親去看他媽媽入店 已經在冰櫃拿出來的當時 在冰櫃拿出來 她就說 媽 腳掌 妳等我 腳掌 妳等我 她在那裡蓋頭 沒想要挖下去 然後到時候入戀後 她在棺木桑 她親心 跟伯父 怎麼想騙起時 她說 親愛的母親 我要讓妳使得有價值 要怎麼樣做幾十年來 三十二年來 有人說 她到底能讓她媽媽多少價值 有人想怎麼問 她常常說 赦免 妳愛 要發財這個仇恨 仇殺 我們手上想說 在台灣 誰有主義說 報酬的人就是林律生 她說過沒有 她說一句要報酬沒有 一句都沒有 而且常常說 要發財這個 只有她包含 社民的愛 我也想讓人告訴我 叫她更強烈 要報酬 我說 妳怎麼報酬 我前一生 前一生 說 要報酬 免什麼勇氣 要去圓量 要去包含 要怎麼用力量 化解 締分的力量 所以我感覺這邊 喝就輸了 爆必死之心了 我是比較不愛這樣說 不好的預測 我感覺 她想要說 粉斷跟她媽媽跟女兒 跟女兒做的地方 她說她跟女兒說 她如果要怎麼用 她如果萬人往生去 不好去 她馬上趕快跟她挖 她的鼓勢是要壓在她媽媽的那個 夢的頂頭 其實對林律師來講 她真的不知道死幾遍了 她把她抓去的時候就死一遍了 再第一遍 把她收下的當時 我如果不記得 她用口頭交代出來 說她如果在裡面打死 還是打死 還是打死 還是... Anyway 她如果死 絕對她的骨頭沒有要代替 這堂國民黨有這麼過 這個土地一十多年 她已經把小小的要拿回 宜蘭去平衡 太平洋海 這樣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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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死幾遍了 她現在還在怕死 所以各位 讓我們忙小看 因為實在說 我今年八十歲 阿板 讓日本人關過 很多人說台灣人怕死 其實在林律師在身上 我們看到好像很不一樣的 台灣人的特質 所以 我跟兩分鐘說一個小故事 我在日本時代 讓日本人關的 我的老婆做政兆 有關有世 做很大的投入 跟日本人的警察 都很有得來用 有一天 所謂的二次大戰以後 抑制有日本人的經驗 其實早早就跟我們台灣 搶到要死 還在我阿嬤的房間 跟她問說什麼 說台灣人的香港隊要跟台 為什麼要跟台 她說 他們日本保安去買菜 會給她打槍 給她兩支 給我祝民所思路 什麼 怎麼有 怎麼有 把我們祈福 平衡台灣人是怪悠悠的人 把我們打槍 撞到一天 這樣第二次大戰 戰敗以後 馬上群起圍攻 包圍 讓人看台灣警察的人 包圍 騙回來 你知道 宋港町 你知道 發這樣 要去抬 你知道嗎 所以剛才我們的朋友說 剛才胡大哥說 馬先生 你要比較注意 你也想說 台灣人是都把他打槍 有一天 人家說有一天 真的會站起來 會併 因為不要說林律師 是代表一個人 林家已經承受太多太多的血與淚 台灣人也欠他們太多太多 所以我們大家明知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機 我現在剛才看到林律師在走的 他的背後的影子 好像假真正 假漫漫 我看不看就沒有 我看後面 我就覺得很不好的預兆 對 確實 我們今天 我們看整個新聞轉播 今天的林義雄 他好幾度起來上廁所 他的身體好像比昨天真的差很多 剛剛提巴媽媽有再次講就是說 她覺得可能這個狀況不樂觀 這也是感到遺憾的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就回來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看 昨天的馬蘇惠到底社會的評價如何 進一段廣告 昨天我們看到馬蘇惠 很多人說這兩個人 一個是國家的元首 一個是黨主席 可是這兩個人很像是小孩子在吵架 小孩子在鬥嘴 好 昨天我們甚至提到了 昨天我們有提到林義雄 但是馬總統他怎麼樣來看 林義雄這個人 現在這個氛圍 他怎麼看這件事 我們來看看這個 怎麼報道 總統 這樣的林義雄 他沒有對 掌權者有多少厭言 34年來 他也沒有為自己家裡的妹妹參案 做過什麼分力抗爭 我們台灣人欠他家太多了 今天講這些民意 講這些程序正義 誰不懂啊 但他今天卻選在這個地方 這個房子裡面 用絕食的方法 他只求他畢生爭取的合適警戒 能夠實現 他沒有用死威脅任何人 他一個生命 其實是想護衛 千千萬萬的生命 想護衛台灣這個世世代代 這個地方能夠平安 如此而已 總統 你有權啊 你可以影響 這個合適 你覺得真的還能幹下去嗎 真的還能做下去嗎 我們都從地方出身 大家想一個辦法來改館嘛 你怎麼拖下去用那 大家 我是覺得不必這樣啦 沒有合安 就沒有公投 我們都在於這裡 沒有合安 沒有合適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我是說這樣啦 唉 大家這樣齁 你還在這裡 廢口舌 不是我的來意啦 不能解決問題啦 誰如果都還要再去談這些齁 我覺得林英雄一分一秒在哪裡啦 我是說齁 林英雄先生的堅持理想國人敬佩 他今天不是為他一己之師 不是為他的家人啦 那他的個性跟他的風格 我們都非常清楚 我也特別講 我也 剛才因為副總統講到這裡 我也特別講一下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通過一個 四黨共同提出來的特別條例 那有那一些跟公投 那個鳥籠公投的門檻 透過能夠這個題目這樣 年底前來辦公投這種條例 我相信 以我對益雄雄的了解 他會停止絕食 社會化乾鍋為玉帛 不會動亂 我想總統 我們正在這個臨界點上 你的一念之間 會決定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益雄雄已經講得很清楚 如果他有不幸 是掌權者殺了他 你就是掌權者 所以我是特別來給總統當面 說明事情的嚴重性 沒有人想要看到發生不幸 我相信你也是一樣 沒有人想要看到 等到時間來不及 再來爭論 是你對我錯我對你錯都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是說 趁著時間還來得及 我們一餐沒有吃就相當痛苦 他已經四天沒有吃了 所以總統 他是在跟時間賽跑 我們都在跟時間分秒計算 所以這個不能脫了 好年黃 大家都在期待總統的一念之人 今天第五天明天第六天 蔡啟方說這個時候他絕食過 頭腦最清醒 身體最痛苦 林義雄熬得下去嗎 總統真的在意嗎 你想想看 跟林義雄先生同一時間絕食的陳歐破委員 52歲正當壯年 他昨天都已經送醫了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73歲的人 即使我講的坦白一點 即使他今天開始假設 明天事情有戲劇性的變化 林義雄先生覺得這個條件 我可以接受的 我恢復進食 恢復吃東西 可是我想對他的身體來講 都已經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我覺得今天很多人我們在期待說 馬總統的一念之人 我倒比較不想用一念之人這樣來行 那感覺好像我們在求他施捨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求他 這是民意 你總統本來就應該跟著民意走 你怎麼會去老是在做一些 跟民意對幹的事情呢 那今天馬英九好 你如果繼續執迷不悟的話 其實我要告訴你 也許你身邊沒有人跟你講真話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也許你身邊的人跟你講說 不用理林義雄啦 他鐵板一塊啦 說不通啦 其實林先生並沒有鐵板一塊 大家注意聽林先生講的話 雖然他的訴求是停建合適 但是林先生並沒有強調說 一定要馬上停建 他說只要你的公投的門檻是合理的 就是包括民進黨提的簡單多數 或是他自己以前曾經提過的四分之一的門檻 只要大家覺得這個公投門檻是合理的 公投法修改之後 然後馬上決定說我們可以進入公投的程序 什麼時候進入公投的程序 比如說假設年底要公投 林先生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曉得馬英九他有沒有讀懂 林義雄的這個治理行間的意思 包括他回給馬英九的一封公開信 他裡面也提到 剛剛鍾信兄也提到 最有效率的辦法 當然就是行政院決定 那事實上他們這幾天一直硬要說違憲 其實我們也知道那個並沒有違憲 因為馬英九講的話習慣是 喜歡事情講一半 他是講大法官520事件的前半段 後半段他並沒有講 當時大法官520事件是因為 民進黨時代停建合適 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大法官也告訴你 只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是可以的 好 如果馬英九說 因為我的政黨我的立場 就是主張要發展核電的 所以我不能自己打自己 我不能停建合適 那也可以 我覺得民進黨立委你們也可以試著 去請國民黨立委表態 馬上在立法院下禮拜就提案 立即停建合適 新北市有10位國民黨立委 台北市有7位加起來17位 加上民進黨40席 剛好57過半數 是可以表決過的 是可以表決過的 你把壓力回到立委身上 讓立委來處理 讓立委來決定 即刻提案 說立即停建合適 如果不過的時候 如果表決不過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誰反對 再來看是要去包圍立法院 還是要包圍立委 到時候再說 而且我在這邊預言 我覺得王金平院長下個禮拜應該會出面 他應該會處理 徐老師 我不知道你怎麼樣看剛剛我們看到這段VCR 這兩位 徐老師 馬總統他在乎林毅雄的生死嗎 他沒有回應 那時候是吳副總統出來 出來切入 我不太聽過馬總統為什麼不講話 可是我剛才回應一下 剛才胡大哥講的一句 No more 不要讓林家 再多一個 因為對抗國民黨政權 而失去生命 他們家已經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 兩個小朋友 一個老阿嬤 No more 不要再讓林家多死一個 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反核運動跟過去有什麼差別 可能人沒有那麼多 每次都稱我比今天人出來 大家展現一下那麼多人反核 國民黨政府不會理 因為你不會坐下來 三十萬人 晚上九點十點乾乾淨淨的 因為這是中產階級運動 大家都擔心說我們的身家性命 跟政府表態一下 這政府不會理的 這一次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因為林毅雄 剛才如果有人講說 立法院後面怎麼一大堆報名 怎麼會有人會圍我的車子 蔡正元 圍蔡正元就算了 為什麼我的車子也會被圍 原因很簡單 因為林毅雄 運動會被激化 所以 禮拜明天會多少人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這些人要在中校西路坐下來 不走了 這台北市警察局說什麼 依法處理 我覺得他們不是學生啊 不是那三十萬的學生乾乾淨淨的 每個人還在撿垃圾 我的意思是說 馬總統你要知道 你就算把這盒子蓋下去 如果林毅雄因為這個事情過世的話 這對台灣政治影響有多大 你問朱立倫 朱立倫之前很滑溜的啊 又不講他反核 他只是說我不會發這個建造 他為什麼這次要出來講說 一定要把這個門檻下降 我覺得朱市長 你明天跟馬總統好好講 你要選總統就看這個了 如果林毅雄真的出事 我們都不願意去講 這個228或林宅選案 這個小228 說在台灣政治裡面最深層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馬總統不回咧 你不是很會變嗎 你把他罵蘇貞昌資料沒看清楚嗎 你就出來講說 林毅雄不要綁架台灣啊 林毅雄不要綁架我們 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做決定 馬總統你敢講嗎 所以我意思說這個事情 這個是反核運動之所以這麼重要 就在於林毅雄 如果馬政府不處理 國民黨其他人敢不處理嗎 王金平你敢不處理嗎 對不對 你朱立倫敢不處理嗎 我覺得吳敦你剛剛可以幫馬總統回嘴 跟你心裡想想看 這對你在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我意思說可以 馬總統你可以不要回應這個事情 你只要跟蘇貞昌繼續鬥嘴下去 可是我覺得你心裡面最大的害怕是什麼 我覺得林毅雄沒什麼恐嚇或什麼 林毅講得很清楚兩個事情 第一個 核安是騙人的把戲 這個我們都講過 第二個 你公投法要處理過 要修改過 這樣人民參與公投才有意義 他講這兩個道理非常簡單 可是馬總統一直在這東西繞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真的整個這一次的運動 不只是反核而已 林毅雄這個事情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國民黨所有那些有權力的人 心裡都很明白 看你們要不要處理而已 好 剛剛老師講 林毅雄假設不幸的 非常遺憾為之前過世的話 對台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我們思考同時進廣告 明天會有一場遊行 我們看到時候現在馬總統已經是遍地開花了 林毅雄明天的禁食是第六天了 當然他禁食有很多的聲音不斷的出現 我們先來看看名嘴唐湘龍怎麼講的 來這個地方 唐湘龍說 就讓他絕下去吧 他說才剛剛走了一群以小賣小的 現在為什麼又來了一個以老賣老的 這種二十年前的老梗 你一直擺出這個一哭二鬧三上吊 你不聽我的我就死給你看 真的是全民社會都要買單嗎 這是唐湘龍講的 好我們再來看看董志森怎麼講 董志森說 為什麼林毅雄要一再的綁架台灣 他說現在林毅雄是因為看到學印有成果 所以他來收割 但是他看不起他 他說如果你贊成 每個人都是用這種手段嗎 林毅雄如果是英雄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在陳水扁時代的時候 你在陳水扁時代禁食嗎 因為你們是不同黨 好不同聲音的 再來看看這個人 也就是白狼 白狼說真的 你不能夠用威脅 用生命來威脅台灣人 白狼這樣講 他說 你怎麼可以拿這個 用你自己的生命來威脅全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這是不對的 而且民粹是不能夠解決 河安的問題的 不同聲音不斷的相繼出現 我們來聽聽看白狼 他今天到底怎麼講 一起來看 我覺得 他不能用他的生命來裹挾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這個東西是 他動不動就用禁食 他用他的生命 來裹挾大家 這是不對的 好 知道是對還是不對 力宏 其實 林義雄林律師 他絕食 沒有愛到你也沒有愛到我 這是他選擇 用他的生命 表達他的理念 但是這當中也提到了 剛剛 馬總統自己都可能覺得說 這不是一個可以輕忽的問題 那你怎麼看 其他面對社會多元的聲音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 我們真的要這麼在乎林義雄嗎 我想 林義雄絕食 為什麼會這麼引起重視 同時會有人願意跟隨 甚至也會有激發運動的 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因為他是林義雄 我想全台灣恐怕不會有人 有人懷疑說林義雄絕食是假的 也不會有人懷疑說林義雄半夜吃東西 好 我相信林義雄的絕食 因為他有 因為他的這種所謂的道德高度 以及長期以來他的這樣 這樣子的這種所謂的不為己 他做很多動作都並不是為了自己的權位 所以他有這樣一個力道 那其實你不管看到香榮啊 董志森啊 或者是張安樂 在318學運就同樣的一批人 不也是站在學生的對立面嗎 所以我必須說 你今天看馬先生 以及馬先生的這個集團 或者是他的這個權力班子 或者是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這些媒體的這些友人 幾乎都是用同樣的態度 來面對318學運 以至於這個林義雄絕食 乃至於核四的這些相關問題 關鍵在哪裡 還記得服貌大家討厭的 反對的是黑箱服貌 是馬英九用一人綁一黨 再用一黨綁全國 硬是要把服貌 說你去簽了 連談判代表都不知道是誰 你簽了之後 我們不能討論 你只能表決 你只能接受 所以引發了318學運 今天我們看馬英九說要見 你千萬人上街 對我來講一點影響都沒有 好我就是要見 而且我永遠講的是似是而非的話 我永遠有 我有權力我可以去操弄 我講話即便我的政府 講話頂三倒四 自己打自己 台電跟經濟部講話不一樣 行政院跟經濟部講話也不一樣 但是又如何 我說要見 我一個人的意見 我一樣可以用一人綁一黨 再用一黨去綁全國 馬英九在搞獨裁啊 好 那如果說今天張安樂他們都覺得說 你英雄你一個人絕食 你就要來裹鞋綁架2300萬人嗎 我們同樣也在批判 馬先生你一個人就要綁架2300萬人嗎 更不要講說核四在興建過程 以及台電的各種弊端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說的是什麼 我真的期待 就是說馬先生 他雖然不管是馬卡龍耳朵長毛 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或者是腦袋袖斗 甚至神智不清 或者是有人說這個人根本是被魔鬼來附身了 已經無法用理性跟他談 不管怎麼樣 我還真希望說 馬先生 明天卻絕對會是關鍵的一天 明天絕對是關鍵的一天 今天之前的總總 不管是包原立法院 或者是這個 兩三萬人在凱道 那個都只是前戲 那都只是熱身 明天絕對是關鍵期 你們真期待 馬先生 你錯失了一個318可以解決問題的機會 請不要再錯失這個機會 因為各位 這個政府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 這個禮拜二的中國時報 它所披露的 它其實泄露了國家精密 它已經泄露了馬金江王體制 他們在禮拜一開的高層會議 已經有這個 就是核色封存 2016年前不公投 後來就變成了國民黨的黨團的提案 如果禮拜二還記得當天總統府否認說沒這回事 但是到後來就變成了這個領域方的提案 也通過了國民黨黨團的決議 好 那我請各位再看一下 其實 其實馬先生 他曾經 他曾經在說過 對不起 是這個 《中國時報》也曾經在更早一天 他曾經報導 這樣一話 這樣一話 同意 說這樣一話 提說 這個公投投票的 這個全人 可以下收到四成 也就是說門檻可以下收到四成啊 那這個消息也被否認 也被否認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真期待說明天 如果真有這麼打算 只是不希望消息提前布公 那請馬先生明天從善如流 就做這樣的宣布 那至於林英雄如何來停止絕食 讓民進黨 以及讓整個社會去來進行化解 那我有一句話 要來請蔡丁貴以及公投盟要聽下去 其實不只是這兩天 不只是國民黨立委被圍啊 包括田媽媽 包括民黨立委 都被圍啊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做社會運動啊 希望能夠呼群保益啊 其實共產黨在 在所謂的統戰的過程裡頭 他在跟國民黨對抗的過程裡頭 他所採取的就是朋友越多越好 不要去製造敵人 今天如果你把立法院包圍 說你們就是只能在裡頭開會 好弄到後來立委 立法院裡頭工作的員工 立法委員包括民進黨的 這個都一樣被包圍 被嗆瞎的同時 你覺得你可以爭取到更多朋友嗎 你可以看說好 你為什麼林非凡 為什麼這個陳維廷他們學生 一呼百應 可以有幾十萬人願意來 來站出來挺學生 而為什麼工德盟總是覺得我們衝了半天 為什麼這個感覺起來 相對起來沒有那樣的社會動力 有很多事情是你們的做事方法 其實真的理念我們尊重 但是如果把這種自以為正義而無限三缸道去 去把變成了很多 就是說你變成了製造敵人 我覺得這是不利的 馬總統 胡大哥 馬總統他現在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這個問題 包含他看靜座 他看明天遊戲 他有誠意嗎 他要解決嗎 馬總統是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非常嚴峻的 你們剛剛所播放的蘇主席對他陳述這個林毅雄的爵食狀況 馬總統是不講話了 坐立難安啊 內心焦慮緊張的 他非常清楚 林毅雄的爵食又是個道德良知問題 他知道你看 之前是兩個爭鋒相對 人不要扮演上帝 我要對馬總統說 你要站在上帝那一邊 訓道者的血啊 往往浇灌了人性或者宗教成長 各種宗教階 你可以看出來 林毅雄先生已經一步一步的塑造自己成為台灣的甘地 你不覺得嗎 你看 當印度人為了不同的宗教充足的時候 甘地寧願以身是福啊 現在林毅雄是為台灣的未來在犧牲自己 我看得出來 馬總統看不出來嗎 當然看得出來嘛 我們已經有一位 鄭陽龍先生為言論自由做烈士 還需要第二位烈士為環境人權犧牲嗎 以現在的法治觀念 我們是能解決問題嘛 回到這裡我們要解決問題 第一 當然是人民力量展現了 更多的上街頭無限期抗爭 這是壓力 第二 難道國民黨黨內沒有有識之士 是道德良知識站出來嗎 明天我要請教三位 郝龍斌 朱立倫 胡志強 你們看到人不應該站出來講話嗎 光為拯救的英雄先生 你們要站出來啊 第二 國民黨 羅維哲 那他不能站出來嗎 明天不能站出來更多人站出來嗎 你們不能連署嗎 第三 我要去面講 當然看你 你的龍頭跟人家站出來 我還是想說 馬通人本來要大撤大霧 我希望你看到我 我在講 大人物大妥協 小人物小妥協 我講個歷史故事 島木運動啊 西鄉龍勝包圍江戶 就今天東京 首將勝海州 在決戰前夕啊 兩個人在城外山上見面 不能打仗 打下去 東京江戶就回了 就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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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叫大人物大妥協 我公開建議馬總統 主動明天到義光教會 拜慧林義雄先生 說我 何事接受全民意志 就解決了嘛 第二 總統在關鍵時刻 權力的工具而已啊 權力是為了達成公義跟慈悲啊 你要達成公義慈悲 這能夠終極關懷啊 福島核災以後 核人已經變成 價值信仰道德良質問題了 已經不是核人員問題了 我們現在是小子以厲害啊 我實在不喜歡講 如果林義雄萬一 馬總統 你會戴上兩個帽子啊 筷子守獲 摩殺者啊 這就是歷史丁 你不知道嚴重性嗎 這兩個帽子 你承擔得起嗎 包括你自己的身家性命 我講完了 看法改變 世界觀就改變 你怎麼想怎麼做 明天就可以做啦 聽聽我的建議 好馬總統 究竟有沒有誠意解決問題 來我們這段廣告 環境最後來直擊鎖定 來剛剛胡大哥建議說 馬總統明天請你到一光教會 你直接探視林義雄 馬總統你到底有沒有誠意去解決問題 的確 到底馬總統真的要承擔這個所謂謀殺者嗎 聽媽媽 你跟林律師是很好的朋友 如果是真的總統去看 萬一這樣放下身段 你覺得林律師不會這麼受 運動學 他不是那麼高傲的人 他喔 我感覺他很低調 我手指他低調到不行 他在學生運動去 好像第一扁是在公子子 村子都在旁邊坐 很多學生都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是感覺說 這邊馬先生 如果真的他的良心發想 他的良知發想 或是上帝性靈去感動到 他不只是救林義雄律師的生命 不只 他是救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 而且我感覺 大家怎麼說這個感動 他們認為 我們不是只要去拯救林律師 我們是要追求 我們台灣報道 所有的在土地站去的人的生命 這是可以說聖戰 保衛人民保衛國土的聖戰 因為我們不要讓台灣變成廢墟 所以我情願說 真的我們大家影響回去 都求天求地 這樣大家真的媽祖婆 台獨公雄 最多都求 看他可以感動他的 那個 那種 可以去看林義雄律師 這樣我叫他一聲總統 聽媽媽 不過也是有人覺得說 林義雄在綁架兩千三百萬人 不是要拯救兩千三百萬人 他喔 他到鐵匙子 到洋共立國去跟他講 有沒有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們大家情感 情感意願 要跟著追求他 雅蘇有嚇到說 你來生完 不然我要跟你討論 對不對 雅蘇有說 天公的飛鳥有修 狐狸有動 獨獨獨 人子連跨青頭的搜尋 好你追求他 林義雄有說叫你來 他說叫你 他還唸到這樣 唸一槍 對不對 不然說這樣 如果說他就沒用心 未來 真是誰說的 要把腦袋弄掉 公司 好啦 路委員 我們剛剛聽到鐵匙媽媽講 她有她的擔心 她有她的擔憂 畢竟林義雄她現在 她確實她的身體狀況 大家非常擔心 是迫在眉睫 可是我們在想 如何退場這個東西 還有馬總統她的智慧 馬總統她不能夠讓步嗎 整件事情不能夠降溫嗎 來路委員 我想那個林義雄先生 為了他自己的理念 那為了實現他的理念 他選擇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 來做一個那個 尸檢 那當然 剛剛也提到吧 到底他有沒有綁架到台灣 2300萬人 其實剛剛講嘛 他也沒有說去褻迫人家 也沒有叫你說 那你們一定要管我啊 你們可以不管我 可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很重視這個議題 很重視林義雄先生的一個生命 因為沒有錯啊 聽媽媽講的啊 他沒有叫你說 你們一定要來理我啊 你們一定要來救我啊 一定要來關心我啊 沒有嘛 可是大家都知道是說 他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方法 就是因為他看到說 台灣不能夠有核災嘛 台灣不能夠有這樣核廢料 來殘害到我們以後年輕人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美好的一個環境 一個空間嘛 所以他選擇用他自己的命 來做一個實檢嘛 那今天馬總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我剛剛就喘到說 我們拋開林雄不談 我們用專業來看嘛 你不管你是用情理來看 或是用專業來看的話 何事都本來就應該要停建嘛 就大家講他因為他蓋了太糟糕嘛 尤其是台灣經不起這種核能的核能的災害嘛 那再來很多很多人講說 那為什麼核是一定要建 無謂就是大家講說 到底是威脅也好 還實際也好 這個都可以討論的嘛 你到底有沒有說缺電的問題嘛 會不會限電嘛 那限電了以後價格是不是會上漲嘛 或者說經濟會不會下滑嘛 根據很多的資料的顯示 根本這一些 為什麼人家會講說是經濟不在恐嚇 就因為他講的是不實嘛 因為這個東西都不會發生嘛 那所以說 到底林雄先生的命跟台灣 將來我們後代子孫的 能不能夠有一個很乾淨的一個生活的空間 而且要能夠免以恐懼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一個生存的一個環境 都是在馬總統的一念之間嘛 那像馬總統他都聽誰的 就聽所謂的他周遭這一群人 就讓誰張家駐嘛 那已經為什麼總統他應該很清楚了解說 他周邊的這一些人的話他不能再聽了嘛 因為就是因為他聽他周邊的這一些人的話 聽他周邊的這些人給他的資料 聽他周邊的這些人給他的資料 聽他周邊的這些人給他建議 所以證明說他們給的資料都不對嘛 比如說以經濟部來講 他不講 一個講2016年 一個講2021年到底哪個準嘛 那張家駐又跟你講說 又要換藍料棒 那其實這次林義雄會用這樣的一個 結實的方式 來向你馬總統實檢 就是因為你張家駐說要把藍料棒放進去嘛 那當初張家駐也因為說電價 他說漲價的話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 這個是代表他判斷有問題嘛 你漲價的話 那個電價漲價 不管是你有沒有用電的人 大家都漲嘛 因為物價上漲嘛 也就是說你周邊的這邊人 告訴你的建議都不對了 所以你應該聽聽其他人的建議嘛 所以我們期待 我真的期待 明天就是一個轉折 為什麼我們在講說明天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好龍斌朱立倫跟福祉晴 這三個對馬總統或對於我們藍營裡面 大家認為說這三個是一個很夠強 而且是一個接班人嘛 尤其是朱立倫 朱立倫他講過很多話 沒有處理核會料的能力 你就沒有辦法用核四嘛 你說有核案才核四 而且甚至他講公投的門檻可以下修 所以我希望期待 就是不管禱告也好 馬祖婆也好 什麼都好沒關係 就大家打開說他們這三位首長 明天再跟馬總統見面的時候 能夠把你們的想法 好好的來跟馬總統講 讓馬總統能夠醒過來 做一個好好的決定 否則的話真的講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要去看到林毅雄先生走到真的是 到一個我們不願意看的一個地步 坤豐覺得明天有沒有可能有所謂翻轉的機會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像嘉慶 剛委員說是馬總統都聽他身邊的人的話 但我比較擔心的是 是不是身邊的人只聽馬總統的話 馬英九在現在這個問題上 他絕對是不會自己想要去執行一個 跟大家對幹的一個狀況 從他去看林毅雄以來 我們可以觀察得出來 馬英九知道 他必須要妥協哪些東西 這個國家才能夠繼續走得下去 我個人是真的很好奇的 還是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 林毅雄的健康 我認為核四到現在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他是玩不下去的 沒有人會認為台灣有這麼需要核四 現在沒有人想要這個東西 我很關心林毅雄 因為我認為如果說台灣要找一個 從解嚴以來 真正一個解黨不會營私 而且沒有算計自己 親朋好友去包政府工程的這個政治人物 我現在能夠唯一直接想到的人 就是林毅雄 所以說而且我自己家裡也是基督教徒 我很想問鐵媽媽 就是說 如果尊敬林毅雄 他的會兒慶館 還是說他奮鬥去 我們搞回來 怎麼可以送別人 怎麼可以叫我叫我 這是很矛盾的事情 我老闆在日期九月發行 我們要出事 不能經常出事在當時做 但是我們是基督教 他說我有管理 要選擇 我要在當時做 要用什麼方法來做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 我們協會 林毅雄對抗國民黨 我們民進黨 我們教會裡面 即使者 就甘願看他這樣去死 可是 你倆會動 要違反他的意志 如果我們先生 如果我不敢說 林毅雄 如果我們先生會很生氣 所以我感覺 十分就跟先生說 對不起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就很怕說 林毅雄先生 作為一個殉道者 這個東西 當然 不排除 從318學運以來到現在 我們說太陽花 他們在召喚鄭南榮的過程 是不是讓林毅雄先生 他的決心 他不是第一次這樣 從他創慈林基金會到現在 他跟方樹敏 也是跟林太太 他們常常在基金會裡面 其實知道的人 都認識他們 比較深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事實 他們常常在慈林經金會裡面 就是靜坐 就是休息 我們繼續討論 進一段廣告 好來 佳慶 我們繼續聽聽你的意見 我是覺得 現在從蘇貞昌 在總統府裡面 跟馬英九說 總統你要是答應怎麼樣的話 這個林毅雄先生 蘇貞昌說 以他對林毅雄的了解 他應該會同意 就停止這個決心 我不曉得民進黨裡面 有多少人會願意 相信說 你蘇某人 還可以當林毅雄的代言人 那再講說 我們講說 小英今天早上去林毅雄那邊 就牽個刀就走 牽個刀就走 那牽給誰看 牽給鏡頭看 那蔡丁貴先生是做什麼的 蔡丁貴何許人也 把群眾帶去中正衣前面 然後自己口去上扣印節目 民進黨現在大小政客 誰不是圍繞著林毅雄在討生活 那林毅雄重要還是何事重要 現在誰說得清楚 這個議題我們要怎麼討論 那我們就看到說 今天遊行 明天要再遊行 而且明天要更大 明天坐著還不走 你這些大小政客 帶著你的支持者 去利用林毅雄 你去地圖 一圖比一圖比較大 我總有一天 我地圖到林毅雄倒下去為止 是這樣嗎 我們要看台灣的林毅雄 這樣子倒下去嗎 這是民進黨政治人物 希望運作出來的結果嗎 我相信應該不是吧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應該心明氣和下來 拜託 你這些大小政治人物 不要再圍繞著林毅雄 不要去消費他 讓他可以好好理性的 有一個下台街走出來 不要下不了戲 你一直在那邊喊Uncle 他只能往上加碼 最後這個戲 不知道演到哪裡去了 在那邊喊你 說朋友 這些戲 有一次 那邊喊 不見 鏡頭